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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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带来一个真实的案例 对医生来说不是故事 都是真实的情况 我们今年有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平时也特别注意健康的知识 他有时候有一些脑梗的征兆 所以他就非常的注意 那么有一次他突然讲课之后 发现他不能语言 说话也不利说 然后有一次肢体无力 很快到医院 发现是大脑的刚死 那么现在在我们的急救中心 我们的急诊有绿色通道 很快就发现 它是一个大血管的堵塞 然后我们通过介入的方法 把他血管通开了 尽管他的血管通畅了 但是脑的细胞已经发生了损害 那么他们到了我们的ICU 我们给他了一个全方位的 多膜胎的神经保护 包括镇静 镇痛 低温 把他受损的大脑挽救了回来 现在他已经又走上了大学的奖牌 但是我去年遇到一位病人 他65岁 有一天晚上他正常地就休息了 但第二天早晨老伴发现 他意识不清 他发生了脑梗 那么辗转到了北京的医院 那么这时候发现 他大脑已经完全地坏死了 这个病人最后的结局 就非常的差了 所以发现得晚了就不好 所以我们说早晚一分钟 结局是完全不同的 真的是非常鲜明的一种对比 那主持人想问问您 我们说对于这种脑梗的 这样的患者 我们从救治的流程上 是怎样的一个把握和操作呢 脑梗我们知道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脑梗的病例非常多 而且脑血尔病呢 已经成了中国最主要的死亡的病因了 所以呢 我们大家 普通的人一定要知道脑梗的一些知识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脑梗如果一旦发现 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窗内 到了急诊 北京的大医院 都有竹中的绿色通道 如果发现脑梗的征兆 短时间内 我们很快就会把血管疏通 我们今天说的早晚一分钟 结局各不同 有两个意义 我们的大脑呢 是高速运转的 它是我们的司令部 它的能量的供应 完全依赖于血流 如果缺血的时间太长 那么脑细胞的死亡 就是不可逆的 所以呢 一个是我们要很早的 就把这血管疏通 让它重新供血功能 第二个呢 就是细胞缺血不能太长 要进行一个神经的保护 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两点 所以说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先得把这个血流 给它变得通畅起来 是吗 是的 因为在医院里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时间疮 主要是六个小时之内 如果六个小时之内呢 这个血管就可以通 我们的急诊是一系列的环节 那么第一个环节 就是医生要很快识别 它是大脑的刚死 那么基本上 我们在这个判断 检查核磕共振 应该在90分钟之内完成 那么90分钟呢 这个时候 我们的治疗就应该开始了 如果是一个小的梗死呢 可能用不了90分钟 我们可能30分钟 60分钟就可以了 但是要绒栓的话 要有一系列准备 大致在90分钟 通过静脉的疏药 把这个血管打通 如果它的血管堵得非常大 那可能就采取介入的办法 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导管 进入到栓仔的部位 把那个堵塞的血管拉开 这是两个最关键的部位 时间就是大脑 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 超过这个时间呢 就再也拉不通了 就是要和时间去赛跑 是的 那是说每一个病人 像到您这儿的病人 都需要进ICU吗 第二步呢 我们说就是在ICU的治疗了 它已经有缺血 无论是60分钟 90分钟还是6小时 它的脑细胞已经有坏死 那么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挽救 没有完全坏死的这种细胞 所以也是以时间来计算的 如果我们的大脑坏死了 那么它就一定会肿胀 它的肿胀呢 我们说一般的都是一侧的大脑刚死 那我们对侧大脑可能是正常的 如果它肿起来 我们知道我们的颅骨 又没办法伸缩 不像我们的腹腔胸腔 不能伸缩 那么你这个肿起来 坏死的脑组 就会压迫对侧 就会影响你的生命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一个呢 我们肯定会要全身的支持 因为大脑是司令部 如果一旦你昏迷了 你的呼吸 你的心脏 你的胃肠道 都会发生问题 所以一个在ICU呢 我们是做生命的支持 让你的呼吸 你的心脏 你的肾脏 正常工作 然后呢 我们对这肿胀坏死的呢 可以采取什么呢 比如说低温 我们大家都有经验 如果我们摔跤了 我们的脚肿起来了 我们的运动员 很快就会拿冰服 那么我们也会给他进行冰服 给脑组织冰敷吗 是的 这个怎么做到呢 一般的有条件的 和没条件是不一样的 那么没有条件的话 我们看有很多地方 给戴着冰帽 用冰袋给它降温 那么在一些高级的ICU 像我们的ICU 我们可以通过导管 把整个全身的温度降下来 通过血管内的低温 一两个小时 把它的温度降低到 34度 33度 32度 那么让这个大脑 当时是个胸胀的大脑 我们说愤怒的大脑 因为它肿起来了 我们通过这种低温 来降低它的这种反应性 也通过一些药物 来降低它的反应性 这样的话 它的肿胀 只限于它自己本身 而不影响我们的对策的大脑 和脑干的重要结构 来挽救生命 就是尽量保护住 它的脑部的功能和结构 挽救生命 我们听到了很多 非常惊心动魄 但是也是我们医生护士团队 衔接紧密高效协同的 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可是主任 据您观察来说 一般脑管过了多久 可能我们再治疗效果也不大 刚才反复提到了这个时间 确实时间就是大脑 如果梗死的时间很短 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那么五六个小时 我们通过刚才说的 这几个环节 比如说急诊的 溶栓的 ICU的治疗 基本上都能获得 很好的效果 如果确实 我们讲的例子 时间非常长 十几个小时 一天的时间 那么大脑就很难挽救了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我们现在的设备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理念 都进步了 如果还有确实有大脑的梗死 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招 就是我们通过手术 比如说 肿胀 我们通过低温 通过了很多的药物治疗 不能减少 它的水肿怎么办 我们可以通过手术 把它的颅骨 去掉一块 如果它肿的话 像外侧肿 这也是一个救命的方式 就是把颅骨去掉 给脑组织腾出空间来 是的 完全就像您说的这样 这样也行 那这个人的头皮 不就会感觉好像软软的吗 没有颅骨了 手术我们都知道 是有创的 医生其实每一次的治疗 都在权衡利弊 能够吃药 不给你打针 如果能打针 我们就不会做手术 我们刚才提到 大面积的脑梗死 如果单纯的保守治疗 我们就用药物 死亡率会高达80%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 系统的这种刚才的治疗 包括手术 死亡率就会大大降低 降低到20%的死亡率 所以医生会选择 对病人最佳的一个治疗方式 是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紧尊医嘱 要相信医生 但同时我们自己 也得注意把握好 我们急救那个时间窗口 跟时间去赛跑 把我们的生命 自己挽救回来 好 那听到这 先问我们四位嘉宾 谁有话想说呢 我们看一看 我有话要说 刚才听了主任这讲啊 就说这脑梗啊 晕厥一摔倒了啊 就很严重 我就想问问主任 这个脑梗 发作之前 有什么征兆 有什么可以提示一下呢吗 提醒一下 让我们怎么注意 嗯 我的问题就是 脑梗云征兆 脑梗晕倒前 有什么征兆吗 脑梗呢 刚才说是常见病 肯定呢 它是有些征兆的 呃 我们知道 在年轻人也有脑梗 但大部分脑梗是中老年人 嗯 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 啊 比如说我们在正常生活之中 嗯 突然发现 咦 嘴歪了 或者刷牙的时候 包不住这个水了 它会漏水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有时候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在家里做饭的时候 包脚的时候 突然一次手 无力 掉东西了 嗯 啊 或者你有时候说话 咦 磕吧了 嗯 或者说不出来了 那么这都是 脑梗的征兆 我们把它叫一种 小中风 就是 短暂的去发作 就是你的血管 突然堵上 那是一个突然的情况 嗯 但之前呢 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征兆 你自己要注意了 嗯 特别是对 有高虚压的 高血脂的 肥胖的 这样的人呢 可能就更容易发生 这样的情况 我们大脑的是人体最复杂的 功能最高的一个器官 嗯 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说话 语言 我们的思维 都是大脑所供 提供的 嗯 如果你的一个血管堵塞 哪怕是短暂的 缺血 它都会造成你的 神经功能障碍 啊 包括我们的 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 嗯 所以呢 它会反复的发作 那么你就要注意了 如果你偶尔发作一次 嗯 可能还没那么严重 但是你反复的发作 说明你来一次 大的堵塞的可能性 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要提前的注意 好 所以说这些信号啊 我们可别忽视了 这是给我们的健康 给我们的脑部的健康 在敲警钟呢 是 好 那么到这块呢 谁还有话想说呢 我们再看一看 我有话要说 嗯 嗯 我父亲呢 就发生过脑梗 嗯 当年是在一次 朋友的聚会中 然后发生的 但因为和朋友聚会 大家可能没有 特别关注一些 这个脑梗的前兆 然后我父亲就觉得 不舒服 后来就回家休息了 所以很遗憾 就错过了 刚才您所讲的 这个绒栓的 最佳的一个窗口期 呃 后来是因为非常严重的 一个情况 他已经倒地 呃 而且状态非常不好 被急救到了医院 那其实今天想起来 仍然是我心中最大的 一个遗憾哈 哈 那我今天此刻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 我也在想 倘若我当时 在他身边的话 我会不会叫120 还是说我自己 把他送到医院呢 因为医院离我们家很近 所以我的问题是 发生脑梗的时候 是应该我们 等救护车送到医院的 还是可以自行送医呢 如果说家离医院近的话 脑梗患者是能自己送医 还是非得等救护车呢 像我们对一个普通人来说 突然的晕倒或摔倒 我们要很难判断 它是脑的问题 还是心脏的问题 所以遇到摔倒 如果它的意识障碍 或者是非常严重 可能作为一个普通人 很难处理 对 那个时候呢 你还是要依赖120 急救中心 但是呢 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做好 对它的观察 我们说呼吸非常重要 保持呼吸道的通畅 让它很平稳地放在这里 不要做这种过度的 把它扶起来 已经摔倒了 可能是这样的工作 如果是很轻 仅仅就是一个嘴歪 或者一侧肢体无力 那么离医院近 那么我想这种情况下 到医院去是更加安全的 好 谢谢王主任 谢谢您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谢谢 那下面呢 我们继续进行 我们的忠告的分享 我们就请的是第二位专家 欢迎徐岳乔主任 有请 徐岳乔主任好 您好 您的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 以领药业 莲花清温胶囊 赞助播出 您的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我的健康忠告 是变得笨手笨脚 小心脑梗来找 我今天呢 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是我的同学 自己家里的事 我同学呢 也是个神经科大夫 可是呢 他自己虽然是医生呢 确实对这个也没有注意到 有一天早上 他要上班 他妈妈呢 正在帮孩子做早饭 切着切着菜呢 突然手有点笨 一下子把手切到了 我同学当时呢 就很急 说 哎呀妈妈 你看都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还这么笨手笨脚 还能切着手 赶紧帮着包扎了一下 然后呢 他妈妈也没说什么 他一看孩子着急要上班呢 说你快走吧 没事 就切着小口 没大事 其实啊 妈妈已经感觉 手有点不对劲 感觉有点麻 感觉有点动起得不太灵活 但是呢 母亲嘛 为了照顾孩子工作 也没说 等到了下午的时候呢 这个妈妈觉得 我这个手和胳膊 怎么越来越差了呢 动也不灵活了 抬也抬不动了 给孩子打电话 赶紧呢 我同学回到家里 把他妈妈接到医院 去做检查 这时候啊 发现已经发生了 一个急性的脑梗了 这个时候治疗起来呢 就有点晚了 那么只好呢 住院呢 用药来进行一个治疗 当然呢 这个脑梗呢 不太大 慢慢呢 也逐渐有恢复 但是呢 这只手呢 一直就没有恢复到 原来的样子 还是有一点不灵活 所以呢 今天我想给大家 讲这个故事呢 也想告诉大家 一定要注意呢 老年人 上了岁数以后啊 如果你莫名其妙地 出现了 笨手笨脚了 一定要注意 是不是有可能 有小的脑梗发生 这个时候 一定要及时地 进行治疗 做必要的检查 防止啊 症状加重 和治疗的效果不好 嗯 您说我们的这个脑梗 有小脑梗 和大脑梗之分 是不是 小脑梗也会导致 您说到 我们可能一条手臂 都不能动 这我们该怎么样 去理解呢 啊 是这样的 我们人脑的血管呢 当然有大的血管 比如我们说呢 从下面心脏出来以后 叫颈内动脉 往上去呢 我们有大脑中动脉 大脑前动脉 大脑后动脉 这是大的血管 嗯 我们经常听说了 哎呀 这个人脑促中了 那么它是大的脑梗 可能会当时 导致一个比较重的 一个肢体活动障碍 天摊啊 失语啊 意识障碍啊 甚至像刚才 王主任讲到的 要赶紧送到医院去抢救 但是呢 实际上呢 生活中呢 也有很多老年人 可能会出现 这种小的脑梗 嗯 那它呢 就是小的血管 在我们刚才所说 那些大的血管 再往上的一些 小的分支 就像一棵大树 大树我们知道 有树干 有主干 但是上面 是不是有些小树枝 嗯 上面小树枝 最后长得很小的树枝上 才长小树叶的 那么我们的脑细胞呢 就像这些小树叶 而这些小的分支 如果它堵了的话 那它就会发生 小的脑梗 引起啊 局部的一些脑梗死 导致相应的症状 那么当然 如果我们所说的 这些小脑梗 发生在相应的一些 功能区域 就可能出现症状 嗯 有的时候啊 这些小脑梗呢 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所以老年人不知道 只有去医院 做核磁检查的时候 才发现 但是有些人呢 就像我刚才谈到的 一开始就出现了症状 嗯 举个例子来说啊 一个月以前 曾经有一个新闻 一个河南的老太太 突然说四川话了 哦 家里人很奇怪 怎么她改成四川口音了呢 过了几天以后 觉得不对劲 还是去医院看一看吧 结果呢 就发现 她是在语言中枢的 这个地方 发生了一个小的脑梗 所以她还能说话 但是她的语音语调 发生了变化 从河南口音 变成了四川口音 嗯 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我以前 也遇到过病人 是一个山东的老师 她呢 退休以后 就爱练书法 嗯 可是有一天呢 她的 这个两个手指 动起来不好了 然后呢 这个拿筷子拿不稳 书法那字啊 当然就写得歪歪扭扭了 这个时候再去查呢 也是这种小的脑梗 它恰好 发生的部位呢 就是控制 这两个手指的 那个运动区域的 一个很小的区域 那么这样的一个小的脑梗呢 也是会对病人造成影响的 嗯 那之后呢 经过治疗以后呢 它这个两个手指啊 虽然我们看着小 但是恢复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仍然没有原来灵活 嗯 那么这些小的脑梗的发生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种 我们叫脑小血管病 啊 那它当然分了有很多种类型 啊 也是有很多复杂的病因 但是呢 我们百姓呢 如果注意不到 我们光听说 那个大的脑梗啊 要赶紧送医院 实际上呢 有这些笨手笨脚了 这些口音变化了 这些情况出现 也是要及时地检查的 但实际上 我们所说的这个小脑梗 嗯 我们这个可能 还是跟运动中枢 和语言中枢 这个范围是比较大的 所以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是比较多的 是 我们说啊 面对一些细小的变化呀 真的是再小心都不为过 那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谁有话想说呢 看一看 我有话要说 是这样的啊 就是刚才主人 在介绍的过程当中 有提到了 我们的这个脑梗 分为小血管 和大血管的 然后好像小血管 没有大血管的 那个那么严重哈 可是那我们的血液 是全身流通的呀 对吧 我们的血管 也是连接的呀 那我们会不会 这个小血管 然后堵塞 突然就大血管 又堵塞了 这我就很好奇 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问题是 从小血管到大血管 多远 小血管堵塞了 离大血管堵塞 还有多远 这个问题呢 其实啊 回答起来 还真不太好回答 因为呢 这个概念的不太一样 小血管堵塞啊 它的原因 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说像 免疫性的疾病啊 炎症啊 那么在原有一些 血管病变的基础上 也可以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大血管的堵塞呢 我们说呢 就刚才提到的 颈类动脉 大脑中动脉 这些很大的血管 那么它呢 是往往是 由于动脉状硬化 或者是由于 现在有一些 极个别的情况 年轻人容易发生 去做按摩 脖子 追动脉 夹层了 举动脉 夹层了 这种情况呢 引起大血管的堵塞 那么您说 小血管和大血管 有多远呢 其实如果我们 从地理学上来比喻的话 那么长江如果堵了 是吧 那长江的 很远的小的支流 那它可能 慢慢也会没有水 对不对 但是如果 很远的支流 没有水了 那长江 什么时候会堵呢 不一定 所以呢 这个刚才给大家提到呢 整个脑小血管病 在整个的慢性的 确认性脑素中之中呢 可能要占到 百分之三四十 如果有了小血管的堵塞 还是要多加小心 及时地进行检查的 对 等于说呢 我们的小血管堵塞了 未必会引起大血管的 一定的堵塞 但是各位 您不一定知道 到底我的小血管堵 是一个一开始的原因呢 还是说 它是大血管堵了之后的 一个反应 我先发现了小血管而已 但是不管哪个堵了 它都离我们的健康 比较的远了 都离健康的隐患比较近了 我们都得注意了 是的 好 我们再看看 这个话题 谁还有话想说呢 我有话想说 听了您的介绍 我突然想到 我母亲的一位好朋友 一个阿姨 她就是在有一次 开门的时候 突然不会开了 就怎么也对不准 那个门孔 后来她还警惕性挺高的 就自行赶快去了医院 通过一段药物的治疗 就现在恢复得挺好的 然后我就想 这小血管的堵塞 是不是更应该 重在预防呢 就是万一她真的堵了 能通过手术 进行疏通和治疗吗 因为血管本来就 挺细的了 那小血管就细之又细 所以我的问题是 小血管可以疏通吗 小血管的堵塞呢 如果是在急性期 就是我们发现了 马上去医院 医生经过判断 觉得呢 可以给你进行 绒栓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进行 药物的绒栓治疗的 如果绒开了 那可能最后 一点遗留的症状也没有 这是一个可能性 当然呢 我们刚才谈到了 很多病人 他没有能够再及时地 去医院里进行 这个静脉绒栓 那么他就可能需要 一些其他的 后续的治疗 当然我们想 小血管的这个阻塞呢 引起的一些诱因啊 往往呢 最主要的是年龄的增长 这个血管的变化 还有呢 其实很主要的是 和我们的高血压 和血压变异度有关 所以呢 我们建议呢 病人呢 平时呢 就要进行 很好的血压控制 还有呢 就是如果有合并 有大血管 中原硬化的病人 可以吃降脂药 通常呢 可以吃这个降脂药来 帮助我们的大血管 和小血管 同时减少 这个中原硬化的发生 所以说药物治疗 算是我们的首选了 会有一些介入的治疗吗 介入的治疗呢 对于脑小血管病来说 肯定是没有办法做的 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 这种小血管呢 它是非常细的 对 我们介入治疗呢 只能到达 那个比较粗大的血管 顶多我们现在技术上 到达这个大脑中 大脑前动脉 大脑后脉最多了 再往前的这些小血管 是到不了的 同时呢 这种小血管病变呢 它累积的可能是 微小动脉 很小的是小静脉 等等这些地方 所以呢 不是说我们能够通过 介入的这个 我们说机械的这个手段 来治疗的 往往呢 都是及时地采取一个 药物治疗 比较好一些 好 谢谢主任 谢谢您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好的 谢谢 好 继续我们的 忠告的分享 请出我们的第三位主任 来自我们信用 医院神经外科的 屈心主任 掌声欢迎 屈主任好 您的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叶独家冠名 由北京同仁堂 精致牛黄解毒片 特约播出 您的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忠告是 头部磕碰 莫大意 小心颅内有初选 我先给大家呢 分享一个小故事 这是一家四口 年轻的爸爸妈妈呢 在外面上班 奶奶呢 照顾孩子 照顾宝宝 一天呢 宝宝输睡了 奶奶呢 就到厨房呢 去洗菜 过了一会儿呢 就听到这个 卧室里噗通一声 奶奶呢 马上从厨房 跑到卧室 一看呢 宝宝摔到地上了 然后呢 宝宝呢 但是呢 他马上把宝宝抱起来 宝宝呢 当时哭了几声以后 就没有其他特殊反应了 所以奶奶也放心了 回来也没有告诉 他的爸爸妈妈 第二天呢 妈妈发现了 这个孩子呢 不再吃奶了 和平时不一样了 这时候呢 奶奶才想起 昨天的事 告诉了宝宝的爸爸妈妈 然后呢 赶快把孩子呢 送到医院 再去医院的途中呢 孩子就昏迷了 后来呢 再也没醒过来 到医院以后啊 医生一诊断 考虑呢 是昨天呢 孩子从床上摔下了一会儿 造成了颅内出血 如果当时呢 摔伤了以后啊 及时地就医 及时地发现 及时处理 可能就不会出现 后面的悲剧了 但现在呢 已经无力回天了 嗯 我们说 一个婴儿 一个宝宝啊 就是头磕了一下 摔了一下 就导致了 这样非常遗憾的结局出现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样吧 咱们这颗道具 来现场体会一下 好不好 来请上我们的演示道具 我们知道呢 我们的头部呢 实际是分层的 嗯 最外面呢 是头皮 那头皮下面呢 是颅骨 对人体起和保护作用 在颅骨 在下面呢 是一个脑膜啊 我们都以这个来道具吧 来模拟 这最外面的这个塑料硬壳呢 我们代表颅骨 然后下面呢 粉条 粉条呢 外面的装的是一个 用塑料袋装的 这个塑料袋呢 我们相当于硬脑膜 这个粉条呢 在相当于脑组织 嗯 脑组织 对脑组织 当受到外力以后呢 比如说造成了颅骨骨折 这假设是这个地方 相当于骨折了 嗯 骨折以后呢 造成了浸血 浸血往脑内顺呢 顺到了颅骨和硬脑膜之间 嗯 血肿越来越大 压迫脑组织 啊 这样的话呢 病人就会产生症状 您见过大概临床中 压迫最多的 这个出血量最大 能到什么程度 可以帮我们来演示一下 哦 这个油量很大的 有的发现呢 就一百多毫升 好 那这个人会有怎样的症状表现呢 呃 他根据这个量的大小 嗯 量小的话呢 有的别人可能没症状 量都逐渐增多了以后呢 他会出现的头痛啊 恶心啊 吼吐 偏瘫 还有出现失语啊 等等 严重的最后就昏迷了 嗯 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朋友 嗯 他就是因为一次咳碰 对 就导致了您说的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对对 他是怎么回事 呃 他这种呢 就是刚才说的 嗯 孩子呢 呃 这个颅骨呢 他 发育不成熟 啊 他容易就是相对来说脆性比较大 嗯 外伤了以后呢 能造成固扯 孩子呢 有些人呢 他没有什么表现 他当时不哭不闹 啊 但这样的孩子呢 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嗯 有许多孩子呢 外伤以后呢 他突然哭闹 啊 但这样的情况一般的意味着 他的病生不重 啊 病生不重 但不哭不闹的孩子呢 更应该引起我们成人的重视 嗯 所以在出现量的增加 他就慢慢的肯定就昏迷了 啊 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怀疑要及时的就医 及时的送到医院做检查 嗯 您说呢 我们的小朋友们啊 他们的颅骨还不够那么的坚硬 对 有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 但如果说我们成年人 颅骨应该发育比较完全完善了 对 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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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呢 有阴摸外 有阴摸下血种 但成年人呢 特别是我们在50岁上的成年人 还有老年人 他会出现一种血种叫什么 叫做慢性硬摩下血种 当时呢 他可能碰了一下呢 没有什么症状 嗯 但过了三周以后啊 或两三个月 他逐渐的出现了头痛啊 头晕啊 一侧肢体无力的症状 嗯 这种情况呢 你出现了以后啊 要及时的就医 就可能出现了慢性硬摩下血种 硬摩下的血种 对 这个呢 是颅骨 这个呢 相当于硬脑膜 对 这个豆 这个粉条呢 相当于我们的脑组质 对 那这个出血呢 它是在这个硬脑膜和脑组质之间 对 那就相当 我们这个演示一下 好 我帮您拿一下 好 嗯 大家看 脑膜下出血 嗯 硬膜下出血 硬膜下出血 对 好 等于说各位看 这一次呢 我的颅骨是没有问题的 是完整的 对 但是 我的这个脑组质 也没有被压迫 但是在硬膜下出血了 那脑组质 它现在是什么情况 对 啊 所以在硬膜下血种增大呢 它也会压迫脑组质 哦 那这种压迫的表现 和我们说 这个颅骨下面 硬膜外的这种压迫的表现 会是一样的吗 呃 有时候不一样 嗯 就刚才我跟你说了 它大多数表现呢 是一样的 就刚才有成年人 特别是50岁以上的人 还有是老年人 他就一种 他这个血种 早期呢 它没什么表现 但后期呢 它会逐渐出现的症状 是 就是三四个月以后 出现了这种表现 所以说呢 真的是两害相权 难以取其轻啊 这都是不好的 而那个源头 就在于我们的头部 那边各种原因 磕碰了一下 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发生 对不对 对 好 那针对这个话题 谁有话想说呢 我有话想说 就是刚才听主持人 还有包括嘉宾 在讲的那个 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的头皮一直在发麻 因为我现在头上 就有两个脚 一个在这儿 一个在这儿 撞了两次 真的啊 就是这个地方撞 是我打开冰箱的时候 的面包掉下来了 我低头去捡面包的时候 那个冰箱门缓缓地关上 我一抬头哭 直接撞这儿 特别疼 当时就懵了 蹲在地上蹲了好久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家那个厨房的 那个那个 上开的柜门 立柜 然后打开了之后呢 我去拿东西 拿完东西 我低头放完东西之后 它缓缓地落下的时候 我一抬头 咚又给我撞下了 你看自动关门的 太高级的害人 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我觉得生活当中 和我一样 粗心大意的朋友吧 应该也不在少数 就是这头上咚撞一下 咚撞一下 疼是真疼 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 一个年轻人 我这撞一下 就去趟医院 我这撞一下 再去趟医院 我觉得好像有点小题大做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 就是我这头磕了 到底出现什么样的反应 我才应该去医院呢 头部磕碰之后 出现什么症状 一定要就医了 这分呢 根据年龄 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小儿 一个小儿的话呢 刚才说了 如果碰上 头部磕碰了以后 他出现哭闹 这种情况呢 一般的说不严重 但是如果孩子 头部磕碰了以后 孩子没有明显的反应 或者是孩子反应比较迟钝 甚至呢 尤其迷糊 那就要引起我们大人的注意了 尤其呢 是小儿 一岁以内的孩子 他的心门呢 没闭合 心门张力高 再一个呢 孩子出现的恶心有吐 那这种情况 我们要及时就医 那对大人来说呢 要分不同的力量 是吧 你比如力量比较小 你在家里呢 你在哪个地方 就刚才那种情况 磕碰了一下 或者从这个床上掉下来 作为成人来说呢 这种情况造成炉内变化呢 就造成炉内出血的情况 比较少 相对来是比较少 但是如果是说 你从二层的这个床铺 掉下来了 掉到地上去了 或者是因为 被车祸头部磕碰了 那这种情况 再一个呢 是你半有什么 恶秀兔 要及时的就医 还有呢 一种特殊情况 我们头部外伤了以后 当时昏过去了 一会儿醒过来了 醒过来以后 对刚才发生的事呢 不能回忆 我们叫近视一望 有这种情况呢 也要及时就医 还有呢 年龄对50岁以下的 成年男性 尤其是老年人 刚才前面说这种情况 当时没什么反应 那过一段时间 三个周 两个月 三个月 出现头痛了 恶心了 呕吐了 出现了一侧肢体力弱 也要及时的到医院就医 一米也无病情 所以说呢 针对不同的年龄段 我们要分别的去参照一下 这些标准 如果您有的话 就别再大意和偷懒了 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吧 怎么检查呢 主任 是照CT吗 还是怎么检查 主要现在呢 首选的检查是CT CT呢 现在来说呢 又经济 又便宜 经济便宜 方便 准确性怎么样 准确性也非常好 因为颅脑外伤 首选的检查是颅脑CT 好的 所以说呢 其实操作也非常的方便 和简单 对不对 别因为这个偷懒 就失去了您最宝贵的 救治的黄金事件 好 我们看一看 谁还有话想说呢 我有话想说 做什么事情啊 都有个轻重缓急 工作也是这样 得有重点 这磕脑袋 磕头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 急不急的区别呢 我就想问问 这个磕头啊 磕到什么位置最危险 怎么应该多注意 我的问题就是 磕头的危险位置 头碰了哪个位置更危险呢 我们知道呢 最常见的两部位 一定要注意 头部碰了以后 要引起足够的注意 一个呢 是太阳穴 这个大家知道 我们的两侧 那为什么要注意太阳穴呢 因为这个地方 是我们颅骨最薄弱的地方 最薄的地方呢 一般呢 一到两毫米 你想外伤以后 或者受挤压以后 容易造成骨折 解释起 第二呢 这里面呢 有个血管 这个血管相对来说 也比较粗 它走形在骨质之间 骨折了以后呢 会这个血管撕裂 会造成出血 会形成一模一样的血总 并且呢 出血量比较大 会危及生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后脑勺 我们经常什么 有时候不是呢 跌倒了 往后跌倒 跌到地面 那这个为什么要注意这个呢 有两方面 一个在着力部 造成损伤 再一个呢 我们知道脑子怪性 开始呢 碰到后面的这个枕骨 然后后面有反弹 反弹到前面呢 会在于额部的额骨和颅底 被发生的这个放击 咱们这个损伤的过程啊 咱们这颗道具 来体会一下好不好 好的 请上我们的演示道具 大家看 我们是外面的这个 这个塑料壳呢 相当于我们的颅骨 里面的小球呢 相当于我们的脑阻质 这时候呢 就在前部 前额 好 大家看啊 我这手呢 相当于地面 这时候呢 相当于一个减速 大家看这时候加速 但一碰到这呢 就减速马上就停止了 但里面脑子呢 有惯性的作用 会造成 会有两次水伤 大家看一下啊 好 这样大家应该看清楚了 各位看到了吧 对 就是我理解哈 主任 一个呢 就是直接在我这边的一个磕碰 对 但是各位请注意 我们的这个脑组织 本身因为有惯性 对 它还要往前 去碰到我们前面的颅骨 对 前面这一部分 对 这也是一次撞击 对 两次损伤 一个后一个前的 对对对 有时候呢 这个水伤呢 前面对冲伤 反而更明显 对冲伤反而更明显 对 不过还性更大吗 对 因为它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碰到 一个是前面 再一个呢 还有颅底 颅底 因为颅底呢 凹凸不平 脑组着你相当在里面呢 就挫伤 造成挫伤 共感慌的挫伤 这也是一个 还有呢 后面呢 后枕部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后脑勺 这么靠近脑干 脑干呢 是我们生命中枢 大家肯定也听说过 有的人头部往后仰 突然间就昏迷了 甚至一 没有呼吸了 那为什么呢 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伤到脑干了 所以这两个部分呢 塑造碎伤 以后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等于说我们的后脑勺着地呀 有可能会一次磕碰 造成两种不同类型的伤害 一个是直接后面的那种冲撞的伤 一个是我的脑组织碰到前面的 我们的颅骨的对冲伤 对冲伤 都很可怕 所以说一个是我们碰脑勺 一个是太阳穴 可得保护好 对 好 谢谢主任 收好我们的演示道具 好 今天呢 真的是收获满满啊 听了很多病例 让我们感觉呢 非常的遗憾 也非常让我们感到警醒啊 可能就是一些看似 特别小的一些 小的状况啊 小的迟缓啊 小的磕碰 会导致让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的家庭 带来灾难性改变的一些结果 而这源头都在于 我们对于我们脑部 人体司令官的 这个重视程度 到底是不是足够的 对不对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请回 我们的徐主任 和我们的王主任 来再次重申一下 这三位专家 他们的健康忠告 是什么 发现脑梗征兆 早晚一分钟 结局大不同 变得笨手笨脚 小心脑梗来找 头部磕碰 莫大意 小心炉内有出血 三句忠告 希望各位呢 可以紧记在心 保护好我们的人体的司令部 我们的大脑 谢谢专家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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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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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